我妈妈给我买了爱玲公主的洋娃娃呢 你们这穷帅小麦姑没有吧 谁说我没有的 我奶奶听说现在城里人都在玩洋娃娃 特意连夜走了三十里山路给我买的 奖励我与我考了二十六分的高分 都考倒数第一了 还高分 我的洋娃娃肯定比你的好看 考二十六分就能有这么漂亮的洋娃娃 那我与世外加起来考了二百九十一分 我是不是也可以有洋娃娃 大鸭别败费力气了 王家孙谁不知道黄奶奶最讨厌你 才不会给你买任何礼物呢 你这是干嘛呀小梅 我们可都是好朋友 对了大鸭 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又要一个人孤独的过生日咯 连你妈妈都不记得你生日 我看你妈妈肯定是不要你了 谁说大鸭妈妈不要她了 她妈妈虽然工作忙 但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 可一点都不含糊呢 哇艾莎公主的花束礼盒 这里面居然有六位艾莎公主 每一个都好精致独特 你妈妈说你在她心里永远是最宝贵的公主啊 我真的好开心啊 对了你 我的很多粉丝们都还没收到过这种艾莎公主的花束呢 我想把这些也分享给我的粉丝们 可以啊 她们像我这样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 她是同力剪的 我可一直好好保存着舍不得拿出来呢 可是艾莎公主的花束礼盒 我才刚刚拿到手呢 艾莎你帮我决定吧 最开心的就是冬天一边看雪 一边同妈妈给我买的涂鸦本啦 哟 还挺浪漫的嘛 有这么好看的涂鸦本 怎么没想着喊我们一起花啊 那时候我把我的涂鸦本给你们 你们不仅乱七八糟的话 还把我的涂鸦本撕了 我不会再给你们了 我给又怎样 你心爱的涂鸦本不还是在我们这儿 你涂鸦本里的公主 都要被我丝绸碎片喽 你们在干嘛 就在欺负大雅 大雅别理她们 你妈妈给你买了时尚换装贴纸 这里面一样可以装扮自己的公主呢 哇 有复古女孩和元气女孩 还有时尚公主和职业女孩 不行 我也要和大雅一起DIY 可以啊 那我们就来比一场吧 我先选 我要选一个元气少女 明显是大雅的时尚公主更好看 小巧又精致 蘑菇头的最好看 反正我投票给蘑菇头 你 算了爷 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村里人多 我们还是拿去村子 让村里人一起投票吧 你也拿大雅来接我了 小事大雅 这次回小卖部 你可能要过年才能看到你妈妈了 这是她刚刚给你买的薯条 你先吃点点点肚子吧 好的 这位女士 你需不需要空气清新机啊 有小孩的话 空气安全很重要哦 啊 不需要谢谢 我们产品很高端呢 你不信 问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这个看着你现在瘦不垃圾的 但是应该挺健康的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就是 上次这个身体态上 根本就会卖了几个钱 叔叔 我吃 我要吃药 药 别想少花招 叔 你要吃什么药啊 药 药在我中美衣身上 运气均畅 看来又是个憋样子 带着太麻烦了 还是把它扔路边吧 哎呦 倒霉 走 走 走啊你看 那是人来骗我们的 快追 不跑 我刚刚大意了 小区里怎么会有推销员呢 这封明就是人贩子 大爷 大爷 你在哪儿 还骗我们 呼启吗 不好好教训教训 晚安 求求老天爷 救救我们 多好 为什么 忘记了 还有两分钟就到 都没你 太好了 还好你没事 你看 这是我奶奶 新给我买的小熊 奶奶说 还可以给小熊贴贴纸 装饰它 哇 这一定很有趣吧 一点点把自己的小熊 装饰成很好看的样子 走开 你手脏死了 别碰我的小熊 大爷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咦 王奶奶给胖虎买了个新的小熊 如果我也有一个 可以自己装饰的小熊就好了 跟一走 看我怎么收拾胖虎 胖虎 听说我妈给你买了个 可以贴贴纸的小熊 正好我给大爷爷 买了个流体熊 你们比赛看谁把小熊 弄得更好看怎么样 谁赢了 我就把这个无敌美少女头 盔送给谁 我反对 要比就比一样的熊 你真是欺负我 大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这样你们可以比了吧 你也是个流体熊是在哪买的呀 抖音双城啊 点评论区链接或左滑镜双城点超直购频道 大牌好过五折起逛逛逛逛逛不少 嗯 我做好了 其实我的流体熊不太了解 我想把它送给真正过完的粉丝嘛 可以啊 我们仓库还有很多这样的流体熊呢 他们点评论区第一条链接就能收到啦 我宣布 我大孙子做 看 这无敌美少女头盔是我大孙子的啦 哎 不行 我还觉得大鸭的配色更好看更均匀呢 我大孙子这作品 一看就是神来之彼 大鸭的愁死了 这头盔应该奖励给我大孙子啊 你一个人决定的可不算 公平起见还是让我们的粉丝来投票 你们可以自由拉票 你们不用参议给我投票 觉得谁都好看就会谁投票就好啦 全都把票投给我 不然我就把你们打了屁门这样的用 听到没 蘑菇头蛋鸭 今天我和你们王奶奶要去城里进货 中午给你们两点了外卖 我想吃汉堡薯条炸鸡都没盐点了吗 没有 就是普通的饭和粥 啊 那我中午就不吃了 要是我想吃什么 他就给我送什么就好了 蘑菇头 你要是没胃口的话 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你想要什么他都会给你送过来的 什么破电话 你当我三岁小孩 你试试呗 喂 你好 哎 这个能打通哎 我要一个汉堡 你的外卖 哇 真的都送过来了 太好了 我说的是你 哎 玩腻了 啊 没意思 对了 好久没见到小梅公主了 我把她叫过来 喂 你把你帮你送的 真是太棒了 想要什么都有 哎 怎么回事 我怎么来这儿了 小梅我跟你说 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电话机 啊 龙龚头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是生病了 在隔离吗 啊 什么 你是病了 对啊 我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 正在隔离呢 哎 这是怎么了 你好 我查到病人来到了你们小卖部 从进入学 你们小卖部就会 你啊 怎么会这样 哈哈 我好了 呦 大雅 慌慌张在干啥呀 你要不忘患了 哎呀 什么呀 学校流汗匪 我刚才看到一个蒙面歹徒 手里还有签呢 啊 怎么办 好害怕 小梅你快保护我 什么呀 我也害怕呀 好扯心了 该怎么办 别慌 这里是学校 门口有很多保安叔叔呢 嗯 应该不会有坏人进得来吧 大雅你是不是看错了 就是就是 大雅你少吓唬人啊 哎呀 我真没有 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朱老师 大雅说学校里进来一个蒙面歹徒 对啊对啊 大雅还说 还看到他带了武器呢 对啊 朱老师 咱们快报警吧 蒙面歹徒 哦 我知道了 最近学校里面有一场文艺表演 他们正在彩排呢 肯定是他们的演员和道具 这期课你们先上次骑 别吵了啊 哦 我就说嘛 大雅你一惊一乍的真胆小 哼 你还有脸说 刚刚某些人躲在我身后 还要我保护呢 可是 哪有像了舞台还蒙面的呀 我看不像是假的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 大雅你脑子有问题吧 就是就是 朱老师都说了是假的 你还来 陆戏挺深啊 别吵了 还是让我们男生出去看一下吧 万一是真的 那就危险了 哎 浩子你别动 这种事就交给我吧 等我找到那个演员 会打烂着的屁股不搞 哎 你可别 班长你随他去吧 应该没啥大事 可是 那好吧 劫匪大哥牢牢吧 我知道错了 好小子 胆挺肥呀 连我的屁股都该打 活虐了 浩成 大雅还是很慌张的样子 他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 嗯 小白你感冒了 哦 没有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哦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我蘑菇头第一次考鸡鸽的两周年纪念日 你 大雅 你是我同桌 你给你知道对不对 知道什么 哦 对了 朱老师说你昨天是约作业错太多 把你重做一遍 怎么这样 浩成你 他们都不记得今天是我生日 那浩成肯定就更不知道了 我记得小梅 真的 对啊 今天我和蒙古腾大雅约了放学一起去小卖部做试卷 你去不去 今天我可不想写试卷 果然 我王小梅一个真心的好朋友都没有 还不想写试卷 小梅 你再不练练成肯卷和我差不多了 那也比你强 小梅 你别这么暴躁 连那个臭气肃的都敢嘲笑我 王小梅 你能不能安静点 都打扰到我做题了 你们 我讨厌你们 我们会不会做的太过分了 你懂什么 现在越难过 晚上就越开心 今晚保证让小梅度过一个最难忘的夜晚 做个生日还要帮家人买酱油 果然根本没有人在乎我 来瓶酱油 来 你的酱油 还有这个新作公主贴纸 这个是我从了半年零化前买的 大雅 你 祝你生日快乐 还有这个抓娃娃机 生日快乐小梅 我 我以为你们都忘了呢 这都是我安排的 先让你生气 再让你惊喜 对了 这个大水杯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用它喝水 无外香甜 原来是你 啊 小梅 你干嘛打我 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我